哈嘍,大家好,我是尼亞斯 然後,今天是星期五對不對 那個,大家應該知道 這禮拜二嗎? 應該是,這禮拜二 全台灣大停電對不對 然後,我住的縣市呢,也有停電 然後,停了一次 呃,我記得那天是下午四五點有停一次 然後六七點到八點左右有停一次對不對 我是六七點到八點,停了一次 可是,剛好,那個時候 我後製完一部影片 然後,那部影片是新的影片 呃,大家應該昨天看過了 就是那個牛奶巧克力 大家應該有看到說,上面有一些 我有後製一些箭頭 就是有點像是星走教學,教大家怎麼玩 然後,哪個按鍵有什麼用 所以,有放了一些箭頭啊,字幕之類的東西 雖然沒有很多,但是也花了一個小時 在後製那個東西,對 那,我在輸出影片 所謂的輸出,如果年紀小的不知道的話 就有點像是,它要把 就有點像是拼圖 你已經把所有的材料都給拼上去了 好,你只剩下,你要拿個像是相框的東西 把它蓋起來 然後,讓它拼圖的那些 一塊一塊的,不要再掉下來 這叫做輸出 是在輸出的過程中,這個 用像框把它蓋起來 然後,掉上去的這個過程 大概需要,看你的那個影片 原,原始檔大小啊 像我的原始檔大小大概是 1GB左右 快1GB左右 所以它大概要花 30分鐘到一個小時左右 再做這個 蓋起來輸出的動作 那,輸,呃,我是用文力導演 有點適用版 限時免費適用版 12嗎?還是13 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我就使用輸出完自動上傳到YouTube 然後,用私人影片 因為我還要打一些標題之類的 我在威力導演裡面打有點麻煩 所以我會習慣先把它上傳 先輸出,然後馬上上傳 然後去打標題跟說明 好,那 我在輸出,已經點輸出了 輸出到大概 6-70%左右 剩30%左右輸出完 那就可以 接下來就等個10分鐘就可以上傳完 結果,我還沒有輸出完 還沒有到上傳這個步驟的時候 停電了 斷電了 電腦斷電了 然後那一整部影片呢 後來,因為我也沒有存檔 因為我想說,我是當天錄完 當天馬上後製 大概6-7點左右 有,我還沒有吃晚餐 我還在後製影片喔 所以各位觀眾不要再 每次看到我做什麼 呃,說 我可能決定不怎麼樣了 不上字幕了之類的 就開始說 啊,你懶散了 我 我連我吃飯時間都壓榨下去了 不要再這樣了好嗎 觀眾,你這樣就有點自私了 如果有觀眾這樣想的話 馬上 馬上把你的吃飯時間騰出來 把我全部影片看完 再吃飯 餐就睡覺 整天都不能睡覺 也不能玩遊戲 就只能看我的影片 你就知道這種感覺了 對 那,就是吃飯時間 我就在等輸出 順便回一些留言 然後 多到一半就斷電了 然後我也沒有存檔 所以我就利用當天的半夜 再重新後製了一部那一次的影片 那 那一天停電大概一個小時 多一點左右 光那一個小時 我的影片 的進度就 被拖延了 就沒有說很長 當然我也不會怪說 呃,是怎麼樣 誰的錯 呃,畢竟我沒有存檔 我也有疏忽嘛 那 可是 如果要這禮拜五 來得及 就是今天 來得及出原味生存的話 我覺得 壓力真的太大了 太累了 因為我只上了三分之一的字幕 那 我原本星期二都固定晚上 吃晚餐 馬上吃完晚餐之後 馬上上原味生存的 另外三分之一字幕 這樣就只剩 最後的三分之一嘛 對不對 所以 星期二 星期一跟星期二是我 用原味字幕後製最大量的時間 C03是比較少 因為就是 剩三分之一的後製 呃 三分之一的字幕 跟一點點後製 就OK了 OK了,對 那 星期二整個就這樣 大混亂 所以 我就把牛奶巧克力的影片 先後製完 那原味生存就放棄了 因為也弄到半夜 所以 今天就沒有原味生存了 我是想跟大家這樣講 然後 下禮拜五再正常出 所以 就拍一部影片跟大家講 呃 非常的抱歉 我 我 我應該要怎麼道歉 舉個功啊 非常的不好意思 呵呵呵呵呵 對 呃 有跟大家講好嗎 就是 我最少一個禮拜能出 一部原味生存 但 沒有辦法 這樣進度太慢 然後 壓力也太大 希望大家體諒 那也非常抱歉 下禮拜五呢 我會繼續正常出的 然後 就 大概這樣吧 嘖 然後 如果只是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點短 所以就 跟大家聊聊天 這部影片就輕鬆 我不會 不會後製什麼東西上去 就是 talk talk 那 最近呢 頻道訂閱已經來到 四萬 一千 訂閱了 非常的 感謝大家 只是 只是 還是覺得有點 趕不上我年底的目標啊 呃 到底該怎麼辦 我呢 新年 我是覺得有進步的 大家如果有在仔細觀察我的頻道的話 你應該有看得出來 然後我覺得好冷喔 嘖 因為我現在有在開冷氣 如果我不開冷氣 開冷天風扇會很吵 所以我就開了大概 我決定開個 十分鐘 二十分鐘的冷氣 就把它關掉了 那 今年為什麼我會說有進步呢 就 單單訂閱爬升的速度來講 是真的有進步 那 訂閱爬升 呃 為什麼可以看得出來我有進步 就是說 可能代表說我的影片 呃 終於比較吸引人了 以前可能沒有那麼多 那麼吸引人 可能是因為品質的關係 可能是因為我拍的 呃 遊戲的關係 所以就變得比較吸引人 然後就比較多人 多人訂閱 我先跟大家講 在去年 對不對 我先從2014年 我第一年開始做 影片開始齁 第一年的話基本上 我做了一年 一千訂閱 對 一千訂閱左右 我大概是從1月開始做 2014年 然後做到大概6月的時候 大概才250訂閱 然後6月我去當兵 然後弄到大概10月的時候 增加到500訂閱了 好 10月的時候 然後 10月的時候呢 我開始拍一個伺服器的 很多伺服器的系列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 訂閱就開始增加 然後再加上 剛好那個伺服器的系列 我前面有加自己唱 自己寫的片頭曲 所以讓人 可能會覺得說 欸 滿新鮮的 然後再加上是 很多人在玩的伺服器 所以就訂閱爬升很快 就馬上飆到一千 兩千 三千 然後2015年的時候 達到了一萬訂閱 對 真是一個 無法想像 這當時我 根本無法想像的一個 訂閱數 然後2015年還算不錯 然後年底就慢慢又退下來 訂閱又開始慢慢的 減少增加 到2016年呢 就等於說這三年平均 平均的話 一年只增加一萬訂閱啦 對 那到了2017年 現在已經八月了嘛 那你們看喔 我大概到七月左右 我就已經完成了四萬訂閱 從三萬趴到四萬嘛 我做三年嘛 這已經是 邁入第四年了 滿三年邁入第四年 所以 第四年 還沒有做到一整年的時候 半年就增加一萬訂閱 之前是一年增加一萬訂閱 所以等於說是 有進步了兩倍 但是 還不太夠 對 所以就 我覺得少少的難過 我當然也知道就是可能 還是要再加把鏡拿 可是最近就真的 真的很累 嗯 我不知道這樣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其實我的 黑眼圈 非常的重 我也被 被一些親戚講說 哇 那個 尼亞斯你的 黑眼圈怎麼這麼重啊 太明顯了吧 已經 黑成自然了 我沒有辦法 就是 最近我都日夜顛倒 沒有辦法 已經 我不知道是因為 壓力太大 可能你們會想說 這有什麼壓力 其實就是說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 嗯 基本上我現在的頻道 怎麼想是這樣 以前不是這樣 現在是這樣 就是 惡靈古堡7 其實算是我 還滿有興趣的一個系列 雖然拍到後面有點悶 因為它 要解謎 可能有點太悶了 沒有什麼嚇到的東西 就覺得還好 但是前面的話 我基本上是還滿喜歡的 所以拍得還滿開心 滿放鬆的 而且不用太多的後製 我只要把一些 痾 一直死掉 或者是一直重複的東西 給 剪掉就好了 片段剪掉就好了 那 原味生存的部分 基本上是有人推薦我 覺得說 可以試著做做看 因為最近 滿多人喜歡看這一類的 所以 我就試著做 其實說真的 我沒有說 很想拍 原味生存 當然也不會說到 很討厭啦 只是說 痾 生存的部分 以前也玩很久了 我是從 拍影片的前兩年 還一年 就開始玩創世神 1.0版就加入了老玩家 所以 生存也玩了滿久的 就是說 會有點悶啊 不過 還算可以啦 就是後製的部分 也拖 原味生存這個系列的服 我後製的那個 功力有 加強有 進步了 對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 我以前 不曾用過的一些特效 或者是 後製的方式 那也因為原味生存的部分 給 進步了 增強了這樣 那也是不錯啦 只是沒有 玩得 那麼的開心啦 對 所以就 做起來就會難免有壓力這樣 那 再加上說 如果你喜歡的事情 做太超過了 也是會有壓力 比如說 如果你很喜歡玩遊戲 如果我要你 一整個禮拜都不用睡覺 但是整天都可以玩遊戲 但是不能 不能睡覺 不能吃飯 不能休息 沒有休息時間 也不能喝水 然後你整天就是 一直玩遊戲 連續一個禮拜 沒有人受得了 你可能 光用想像的 可能會以為你受得了 但是實際 做下去 可能你大概到第二天就不行了 餓到不行 渴到不行 想上廁所 想睡覺 沒有辦法 可能就直接在電腦桌前面睡著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 即使 再喜歡拍影片 可是 好像 拍太多了 就會變成說 會累積壓力 所以我最近的睡眠品質 我不知道是品質不好還是怎麼樣 就是 有時候我就算 九點多 晚上九點多 十點多上床 可是我就是會躺 閉上眼睛 我就算不用手機 睡前一個小時不用手機 閉上眼睛 我可以躺到凌晨一兩點 我還沒有睡著 然後我就直到起來 跟我家人說 然後 那個 我睡不著 我去後製一下影片 我去上一下字幕好了 然後弄一弄 就凌晨四五點五六點了 然後 才去睡 所以 也是希望大家多多見諒 有時候我做了一個決定 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 想要 喜歡這麼決定的 只是說真的 身體受不了 對 那 我也很想早睡著急 就是這幾天一直在嘗試 調整作型 就沒有辦法 甚至 前幾天有吃一個安眠藥 然後才睡著 提早睡著 可是隔天還是很晚起來 可能是因為真的 太長這樣子 作息不正常 太累了 對啊 那 吃完安眠藥隔天 那天我就 可能因為安眠藥的副作用 我心情就 不是很好 就開始想東想西 可能剛好就是副作用 然後 我那天有開直播 可能少部分觀眾有 跟到直播 你就會發現那天 我剛開始在唱歌 然後我幾乎不回聊天室了 然後你就看 感覺我心情不好 這樣 後來我整個後面開台 開到後面大爆發 對 如果你有跟到的話 你就知道就是 就是那一天 的前一天晚上 我吃了一個安眠藥 然後去睡 然後隔天起床就 整個 副作用就出來了 然後 之後我就不敢再碰安眠藥了 對 所以 就是這樣啦 等我一下 好 OK我回來了 我拿了一本 書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 為何一流的人不會有壓力 沒錯 這是我大概 三月到四月之間 去Seven買的一本書 它是一個 日本的 精神科 精神科名醫喔 所寫的一本書 那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用的 我 我想推薦給大家這本書 如果你有在追夢 或者是 我覺得工作是還好 如果是 你自己創業 或者是 呃 你的工作未來有發展性 不是只是說 在公司打打字 可能升個主管 那種 那種不叫發展性 那個叫升級 OK 如果有發展性可能說 你的月收入可以 從 比如說原本是兩萬 可以增加到十萬 這種 有發展性的 你可以讀讀看這本書 如果只是升主管的話 呃 大家可以去看另外一本 叫做什麼 呃 好像是 八節雖然可恥 可是很有用之類的 類似這樣的一本書 我忘記它的名字了 對但是 我沒有看啦 我大概看它的簡介感覺還不錯 但是 我也不需要八節任何人 所以我就沒有去買 那 這本書的部分 前半部 是在講 減糖飲食 什麼是減糖飲食 你們可能會想 就是不加糖的食物 不一定不是的 其實很多食物吃起來不甜 沒有加糖 但是它也有包含糖質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糖質不等於糖 OK 糖質就有點像是 呃 我覺得它有點像是維生素 這種看不到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加下去 像是 麵包 或者是 呃 麵包沒有加糖喔 它也有糖質 像是 泡麵也有糖質 像是 我們一般在吃的零食 就算是沒有甜的 也有糖質 就算你喝那種 黑咖啡 沒有加糖 一樣有糖質 所以你要看一下標示 上面有沒有寫糖質 這個名醫 它就是在書上寫說 減糖飲食有效 讓你可以 呃 精神比較好 不會說到下午 就想睡覺這樣 那 我覺得它寫的是 滿有道理的 但是 在台灣如果你要減糖飲食的話 是 會花很多錢 會比較貴 因為減糖飲食真的 比較稀少 我覺得啦 在台灣 可能我找不出來 但是 就我這個7 外食族的 人來講 有點難找到那種 零 零糖質的那種食物 因為它就是推薦 一定要零糖質 如果你是有一點點糖質 也不行 他說現代人太多人 是糖質重補 其實 其實那個米飯裡面有糖質 他說 糖質其實很容易讓人 就是吃了之後 下午就想睡覺 很容易就會 你會 你吃完之後你會有 煮感 會有快樂感 就 痾 就有點像是你吃糖 吃巧克力那樣感覺 吃 欸 可能心情不好 暴飲暴食 吃了一些零食之類的 你就會開心 就是這種感覺 就有點上癮 他說這樣不太好 所以要盡量的減糖 你就可以維持 痾 好心情 因為你吃這個糖質的食物的話 只是短暫的 就有點像是你吸毒 它只是短暫的 之後你就會一直想要 攝取糖質的東西 然後 你沒有攝取到糖質 你可能就會暴怒 容易不耐煩 容易心情不好 所以你們可能看 我之前大概做第二年youtuber 第三年 痾 第二年youtuber跟第三年youtuber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會有點 比較易怒 但是 今年基本上很少 對不對 沒有到以前那麼多 就是靠了這個減糖的飲食 有關 但是 痾 就如我剛剛說的 在台灣要減糖 有點困難 要花比較多錢 所以我 並沒有非常推薦大家 你可以盡量減糖 但是不要減到說 痾 花太多錢這樣 對 那後半部其實它就是在講一個 你要怎麼 當自己沒有壓力 比較容易成功的一個 思想觀念跟想法 他就有提到說 像 痾 我隨便翻幾頁好了 今天 基本上就是拍一個 跟大家 講講話 講一些我想講的話 不然平常我拍那個遊戲影片 我 我 一想講我想講的話 就有一堆觀眾跟我說 你不要廢話那麼多的專心玩遊戲 我就覺得很難過 我也好想要講 跟大家講一些我想講的話 這樣 對啊 想分享的東西 那其實 這上面有寫說 其實這 這本書 為什麼我會 很喜歡讀這本書 為什麼會推薦給大家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說 它不像其他的書 像我這邊還有另外一本書 我這邊還有另外一本書 叫做 有錢人想的跟你不一樣 這本書呢 我看不到十分之一我就不看了 等一下 這本書是 你媽 也就是我媽 他買的一本書 那 這本書我給我的感覺是 他給你的東西都是理論 不是做法 不是解決方法 比如說 痾 他會跟你講說 我看一下喔 他會說 我覺得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這本書 我覺得他 我只能說這本書的東西 比較偏向理論 你也可以 嘗試看看 因為我是 對我來說沒有用 嘿 那 還不錯 但是這本書的話 他會跟你解決方法 譬如說 減糖飲食 譬如說 痾 你的 說話方式 痾 我舉個實際的例子好了 在 以前的我 會比較負面 我會欣賞說 我那時候大概 第一年做youtuber的時候 還沒有訂閱爆增起來 大概250的時候 我就會心想 別人就會 有時候會跟我說 阿你在做實況主 欸影片不錯看喔 搞不好 以後會紅喔 搞不好會破萬喔 訂閱會破萬喔 我就不相信 我就會覺得 阿怎麼可能啦 阿不用想那麼多啦 就做開心就好了嘛 就250訂閱 也還好嘛 沒差啦 這種感覺 就是覺得說 阿不用那麼多訂閱啦 然後結果 運氣好 訂閱就爬起來 那 為什麼最近呢 你們會發現 我一直在強調說 我今年想要10萬訂閱 我今年一定可以10萬訂閱 就是這本書 傳達了給我一個觀念 它就是說 你當 你想要的東西 你敢勇於說出來 那你就更容易 去 呃 完成這個夢想 或目標 它的 呃 你們可能會想 怎麼可能 光用講了就可以 也不是這樣子啦 它的意思其實是說 它有詳細解釋 但是我自己解釋的不太好 所以不好意思 你可以去買這本書來看看 或者去圖書館 可能也有 可以借這樣 那意思其實就是講說 當你一直說的時候 就代表說 你很強烈的想要這個東西 那你 當你很強烈想要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會不會去想辦法去獲得 會 你就會去努力 你就會花時間 當你連 說出來都不敢 的時候 那代表說 你雖然想要這個東西 但是你不敢去 講 那你也不敢 更不可能敢去行動 去獲得它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 為什麼常常 其實大家應該有這個經驗 就是戀愛 暗戀 為什麼暗戀 對方不知道 然後心裡不敢講出來 然後也希望人家會知道 其實這樣機率 反而 成功 告白成功的 應該說 人家會喜歡上你的機率更低 那你倒不如直接去告白 機率會高一點 你就 你可以 每天 大聲對自己說 我喜歡誰誰誰 我要跟他告白 我要跟他在一起 然後 就每天給自己一點勇氣 搞不好有一天說到有一天 你就真的敢了 你就真的衝去跟他告白 然後搞不好人家真的喜歡 你就在一起了 這個好像我自己說 好像不太有說服力喔 我好像沒有告過白 我是個 宅王魯蛇 好不好 所以 我說好像沒有說服力啦 但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感覺啦 所以 這本書 可以說這本書是讓我今年 半年內 可以增加到一萬訂閱 不像以前要一年內才增加一萬訂閱 呃 有50%的原因是因為這本書 三月買的 我到今天 昨天 半夜才看完 昨天半夜我去咖啡廳 跟你媽 喝咖啡 欸沒有喝咖啡啦 我是喝紅茶啦 他喝咖啡 聊是非 呃然後 我們就在那邊 我就帶了這本書 我想說只剩一點點 我就把它看完了 那 就還不錯啦 但這本書 其實我有在想 我可能 可以 把一些我讀過的書 送給大家齁 就是抽獎之類 但是 我好像讀的書沒有很多 大多是小說啦 那我第一次看到這麼有用的書 所以 就推薦給大家啦 可是 如果你是小朋友的話 你可能沒有在看這種書的習慣 你可能會覺得很嫩 因為可能你用不到 如果你在追夢的話 你可以試著 去圖書館借 不一定要花錢 那 我推薦你們看的夜是 大概從 因為它有分四個章節 四個章節 第一個章 序章跟 第一章 比較偏向減糖飲食 不過第一章的部分 你也可以看 第一章它是講一些 就是可能說 它會跟你說 為什麼有錢人 或者是成功的人 他們比較迷信 會去算命 會去 呃 拜拜 之類的東西 為什麼 它就跟你說 在心理學上面 就比較偏向就是 至少會讓自己有一個 安全感 比如說今天 你要告白 欸怎麼又是告白 你要告白了 之前 你要告白之前去拜拜 你可能就會給自己一個 不會那麼緊張的感覺 就不會出錯 不會出錯 然後你就 告白成功幾率就比較高 對不對 就是 有點類似這種感覺 讓自己有一個安全感 好 那 還有其他的東西 就是像 成功者從來不相信 每天睡八個小時的理論 呃 我自己也是不相信啦 但是我還是希望我可以 睡飽 盡量大概 不要說睡八個小時啦 至少是 早上六七點起來 或八九點起來 不要到下午 四五點才起來 這樣的話也是浪費很多時間 你看 我早起 我至少還有 很多時間可以忙影片 對不對 對阿 所以 我自己是希望可以早起啦 也可以比較多時間 弄影片 然後呢 他也有說 就是 成功者對自己的運氣 都很有自信 這個我到現在 一直都做不到 我一直 其實我 我嘴巴會 上面會講說 我覺得我運氣還算不錯 但是我心裡會覺得 我運氣不是很好 一直沒有辦法改變這個觀念 所以我想 我可能改變這個觀念之後 這個想法之後 可能可以 更進步一點吧 所以 跟大家講就是 應該這樣講啦 我昨天阿 還是前天 昨天晚上 我去買晚餐的時候 運氣超級差 我在玩遊戲 玩得很不爽 然後 家人又一直 問同一個問題 然後我回答三遍 我就很不耐煩 我就很生氣 然後 下樓去買晚餐的時候 又遇到那個 鄰居阿 關門喔 關得超大聲 甚至那個 站路中央 站在路的中央 擋你喔 一整排 我就覺得 遇到每一件事情 然後連著順著 都好不順喔 好不爽喔 然後後來想想想想想想 或許 就是這本書上寫的 就是 他為什麼說 你要成功者 為什麼對自己的運氣 都很有自信 因為你對自己的運氣 很有自信 覺得自己運氣好 你心情就會好 你心情好的話 就不會看什麼事情都不順眼 你不看什麼事情都不順眼的話 你的運氣就會比較好一點 真的 真的 我說真的是這樣子 對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 就是這樣 那 其他的話 呃 還有一個東西 我記得很重要的 我找一下喔 像是說 我看一下喔 因為因為他這東西真的蠻多頁 他總共有兩百多頁 好 他 最後幾頁的東西呢 剛好最近 我很迷惘 他給我的答案 他說 很多人都習慣用忍耐 或內疚的情緒 內疚的情緒 去 就是 做事情 這很容易導致自我摧毀 比如說 身體就會不健康 像我 我會忍耐 為了說 大家都喜歡看原味生存 所以我就忍耐 一個禮拜 快速的 出一部原味生存的 全字母影片 還有出一部 呃那個 絕對求生的全字母影片 然後 人人人人人人人 人了大概也有一兩個月了吧 一個月左右 對 就是真的真的 搞不好就是因為這樣有壓力 我猜啦 當然不一定是真的是這樣 所以 我覺得 他這件 這句話當然 剛好 給我提了個醒 所以我這個禮拜才會選擇 休息 不要再更壓榨自己的 身體了 那 這禮拜 休息的話 我每天的影片還是會出 我還是會每天發片 只是不用後製那麼多東西 就會比較鬆一點 所以 這兩天 睡覺是有睡得比較好 然後 昨天 星期四 晚上 好像 一決定 休息啊 我心裡是晚上就寫了一首新歌出來 現在還在錄 還沒有錄影 還沒有錄音錄完 因為一直出錯 所以 我要花更多的時間錄音 然後到時候再做 呃 影片的動畫之類的東西 或者是拍MV吧 我不知道 我還在想 那 我在想要不要當四萬訂閱的回饋啊 因為原本我想說四萬訂閱沒有回饋 可是 要等到五萬訂閱回饋再出的話 也要等到今年年底最快的話 最慢的話 要明年一月 才會五萬訂閱 那也太久了對不對 所以 我再思考看看啦 我先把它錄完再說 那 就是跟大家講就是 嘖 真的有時候 壓力適當就好 不要 不要像我這樣子 就是 整個把自己逼到 有點像逼到懸崖 不成功 就直接跳下懸崖的感覺 真的就不太好 那 如果 如果各位小朋友 呃 你覺得你壓力很大 你可以把這 這部影片後半段 播給 你的父母看 喔 就是 各位父母們 我知道你們希望 你們的小孩 呃 讀多一點書 然後 讀高一點 可能以後做公務員 或者做 政治人物 或者做什麼什麼 醫生 可能會賺你比較多 可能也比較穩定 當然我了解你們這種感受 我已經22歲了 所以 當年我也是 像小朋友一樣 覺得說 欸怎麼煩 讀書沒有用 現在我也會覺得說 欸其實讀書是有用 但是 我還是覺得說 如果 你們家的小朋友呢 他有 對某一項東西很有興趣 我覺得 你要適當的放手 讓他去做 你可以 你可以叫他說 功課要維持一定的成績 不要太高 真的不要太高 也不要太低 我覺得呢 80分算是還OK啦 不要到 不要說什麼 90分第一名啊 我覺得 那沒有意義 因為 你就算第一名畢業 你每一次國小第一名畢業 國中第一名畢業 高中第一名畢業 你出社會還不是 你能跟各位公務員一樣 你會不一樣嗎 會嗎 好像不會吧 所以沒有用啊 我覺得說 中上就可以了 也不要說是 那麼前面這樣 那 我也很慶幸 你媽 也就是我媽 願意放手 後來高中的時候 願意放手讓我去 追我的夢 就是 那時候就很喜歡玩音樂 彈吉他 然後高中就讀音樂科系 後來讀一讀 我自己也 放棄 不過呢 好在還是找到了這個 YouTube的這個 這個東西可以做啊 也是做的蠻開心的 對啊 所以 我是希望 你們可以多一分 相信你們自己的小孩啦 畢竟 如果你們 連親人都不相信了 怎麼相信陌生人呢 對不對 這句話講的沒錯吧 對不對 連親人都無法相信了 那 那沒有人可以相信啦 連陌生人都不可能相信啦 對不對 所以 我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各位父母們 就是 多相信你們的孩子 孩子呢 潛力其實是很大 他們很聰明 只是有時候 只有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 我簡單講啦 如果有在做父母的呢 我需要你們不要工作完 我知道你們一整天工作完很累了 但是 你們的小孩喜歡功課 不要丟手機或平板給他們玩 試著跟他們聊天 或者是 試著 有空帶他們出去玩 做一個 呃 比較 心靈上的溝通 不要說是太沉重 是心靈上 比如說 簡單的問 問你的小孩說 今天學校有發生不愉快的事情 或開心的事情嗎 如果你的小孩比較害羞 不敢講 或者是覺得說 這些事情怕你無法接受 那你就現一步跟你的小孩講說 你今天在公司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要全部都是負能量 抱佑主管 這些 我覺得這個東西不要 你就說可能你在路上看到什麼好事 或是在公司遇到什麼好事 什麼 有什麼好客人啊 對你特別的體諒啊 跟你說謝謝之類的 然後你覺得很有禮貌 其實小孩子 雖然他有時候可能在打電動 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他其實 有在停 其實真的有在停 那久而久之 你跟他分享這些好的事情 他也會學著去做 他會覺得 他會慢慢的有點像是被洗腦 他會覺得說 欸 之前好像有聽爸爸 或是媽媽說 欸這樣子做 有一個客人這樣子做 讓爸爸媽媽很開心 那我以後應該也要這樣子做的一個潛意識 你不要 各位父母不要一直跟他說 你就是要這樣做 這樣做就是對的 你沒有給他一個原因 也沒有讓他 變成是一個機會教育的話 小孩子基本上很難聽進去 就連我也很難聽進去啊 如果有一個大人 通常跟我說 你就是這樣做 我的心裡就會OS做 我幹嘛聽你的 你誰啊 你跟我講這樣做 你也不跟我講為什麼 我幹嘛聽你的 我就會比較有點叛逆的心態 小朋友通常都會這樣 我也會這樣 所以 希望各位父母就是 其實天下沒有教不會的小孩 只有不會教的老師 或不會教的父母而已 就是這麼簡單 對 那我也盡量在我的頻道 教導各位觀眾 不要就是 做出一些太誇張的行為啦 只是靠一個人的力量 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 如果有父母在看我的影片的話 如果你不認同我也沒有關係 只是希望說 可以 好好的教導你們小孩 呃 講好一點就是 好好教導他們 他們以後 孝順你們 而且可能也會賺大錢啊 對不對 那不好好教導呢 也不要放出來害人了 拜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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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啦 那麼這部影片呢 就到這裡啦 那還是跟大家講 非常抱歉 原位生存沒有出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樣談話 講一些比較深層的東西的話 然後生活影片 talktalk而已的話 也可以 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 在下方留言告訴我說 你很喜歡 希望說 持續推出 我會再考慮啦 如果看真的蠻多人喜歡的話 啊 我就真的會推出 畢竟我也是蠻喜歡跟大家聊天的 只是說 很常 是沒有時間 再加上壓力太大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那星期五了嘛 恭喜大家 又來到每個禮拜的星期五了 要星期六 星期日熱放假了 不要用太少 不要用太久的手機 平板 也不要用太久的電腦 有時間呢 去 你可以帶個手機 然後 帶耳機聽音樂 然後去可能 有跑步機 或者是公園 跑跑步 跑個 十圈也好 五圈也好 不要太久 也不要太累 然後就是讓自己有點流點汗了 有一點點累了 就可以休息了 不要太累 因為 那就只是一個跑健康 讓你休息而已 所以你可以聽聽 搖管的音樂啊 或者是動漫音樂啊 就是讓你心情開心 可以跑得比較愉快 然後不要跑太快 就是跑正常速度 你就OK 或者慢走也可以 然後 走完之後 跑完之後再來 用電腦 我是這樣推薦啦 我最近是真的沒有時間去 運動了 不然我之前都會去健身房 跑步機 邊聽音樂邊跑 有在跟我之前的直播的觀眾就會知道 應該說 每次都有在跟我直播的觀眾 基本上都知道啊 以前的部分 大概四五月的時候 對啊 就這樣啊 然後頭髮 也有點褪色 原本染 深藍色吧 然後 它會慢慢推到灰色 可是推的有點慢 然後 好啦 再想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這部影片就是我自己聊天嘛 反正店長 常 沒有人要看完 沒有人有耐心看完 隨便啦 無所謂啦 就是說 原本明天 星期六 這部影片上傳的隔天星期六 是Youtube的台中創作者交流會 然後我有報名 基本上我每一次報名 都會審核通過 可是這一次報名 呃 沒有通過 Youtube官方寄給我一封信 他是說 不好意思 由於這一次的報名人數太多了 所以 審核會優先以 一千訂閱到 兩萬五千訂閱的 創作者 優先審核通過 所以 呃不好意思 你沒有通過這樣 那 我就有點小小的難過 不過我可以理解他們 為什麼這麼做啦 因為就是 要留給訂閱比較低的去 呃學更多的東西嘛 我們這種訂閱可能高一點的 可能就已經會了 我只是覺得有點難過說 我沒有辦法去見一些 呃其他Youtuber 然後 沒有辦法參加這種氛圍的一個活動 我就覺得有點小小的難過 因為Youtube活動這個部分 一直都是我 我把它視為一個充電站 等於說是讓我感覺說 嗯 我努力到這個程度 可以參加Youtube活動了 我還是有自己的 一定的實力了 這樣安慰自己的一個 場合 然後順便也可以去認識其他Youtuber 然後沒有參加到 有點小小難過 也有點哭笑不得啊 4萬訂閱了 然後不能去參加 你這樣講我有點小小難過嘛 可是 嗯 這樣看來我比 其他人訂閱高了 4萬了不能參加 可是4萬訂閱了 感覺好像也是不錯的 所以就有點 不知道可以高興還是難過 不過還是 謝謝Youtube的官方 願意之前都讓我 超出訂閱參加這類的活動啊 非常感謝 然後也讓我拿到這個T恤 讓我開心 對 還是謝謝你們一點 希望未來可以辦更多的活動 我是希望可以在 2萬5千訂閱到10萬之間 再加辦一個場次嘛 不然每次都只有 1千訂閱到2萬5千訂閱 不然就是10萬訂閱的年終 就只有這兩個 那中間怎麼辦 中間就好像 好像那個 跑馬拉松 跑到正中間 沒有 沒有任何的那個 休息站或飲水站 可能前面跑得比較慢的 有飲水站 然後跑得更快的 有飲水站 可是中間 中間階層的 沒有飲水站 沒有休息站 你就只能一直跑 一直跑 直到下一個飲水站 下一個休息站 這樣 就覺得有點 我覺得有點可憐啦 我們這個階層 所以 呃 如果Youtube的官方 剛剛也看到我影片 希望可以 如果有空的話 希望可以辦這個階層 那 我當然也知道有難度追 呃 如果可以就辦啦 如果沒有辦法 我也體諒好不好 謝謝了謝謝 OK 那我們這集的影片就到這裡 就是唷 如果喜歡呢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或是訂閱 或是分享出去給你朋友 所有選門看 那如果更多人看到 我就更多力氣抓去唷 按了訂閱 也不要忘記按下訂閱 旁邊的小鈴鐺 在每次上傳影片 或是開直播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唷 然後 我有戴眼睛 對我近視 平常錄生活影片 我不喜歡 戴眼睛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有點醜 就是這樣 好 那 我們其他的影片再見唷 大家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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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 按下 按照 按下